当别人这样对你时,该断交就断交,没事磨可惜的,你常常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,换来的是别人毫不领情的漠视,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,也不要害怕关系的破裂,因为破裂是成长的一部分。 面对那些拉低你能量和生活品质的人,那个肆无忌惮,不停消耗你的人,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及时止损,不吵不闹,不解释,转身离开,不健康的感情应该当断就断。 当断不断,反受其乱,当一个人对你做了以下这几种行为时,关系该断就断,没必要可惜。 你身边有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把你的帮助当作理所应当,一个人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你,一定是把你当作了最重要的人。 一鸣,其实,每一个人都有帮助别人的时候,但是前提是,对方是真心的,如果对方只是出于好心,却没有真正的帮过你,那就没有必要和这样的人做朋友, 真心对你好的人,不会把你的帮助当作理所应当,当你遇到困难了,他会第一时间来到你身边,鼓励你,支持你,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珍惜的。 如果一个人总是把自己的帮助当作是理所当然,那么这样的人,我们也没有必要和他做朋友了,在生活中,我们要学会拒绝别人,不能因为不好意思,就一味地接受别人的帮助, 这样不仅会让对方觉得你没有原则,还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糟糕,当一个人把你对他的帮助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,就说明他不把你当作真正的朋友了,也不会再有交集了。 这种人没有必要和他做朋友了,不要再继续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,喜欢贬低你。 喜欢贬低你的人,他们往往面善心黑,心怀不轨,在集体场合嘲讽你,说你的穿搭太丑了,等你反抗,他又说开个玩笑而已, 你一点都不幽默,你独立完成大项目时,他酸溜溜地说,做得好有什么用啊,又没有人给你涨工资。 工作场合在当着所有同事的面问你年龄,再三追问,最后得到满意的答案,你比他带了几岁,就一副优越感的模样。 当你准备考试时,他说你太蠢了,根本过不了律师资格考试,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尝试你穿新衣服的时候。 他就喜欢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,则,你这件衣服吧,怎么说呢? 每次沟通事情,都说是你的问题,总是喜欢打压你,导致你也怀疑,有问题的人是不是自己,喜欢否定,打击和贬低别人的人一定不是强者,强者一般很少成口舌之快,因为没有意义。 这样的人只顾自己一时痛快,不关心他人的感受,一点都不适合做朋友,总是打击你的积极性。 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种人,你无论做什么,他都会否定你,你说这样一个方案。 他就摆出一堆困难,你尝试穿一件新衣服,他会说你的身材只会衬得更加难看,你要创业,他说肯定稳赔不赚。 总之,你做什么事,在他嘴里都是错的,你在他眼里,注定一无事成,这样的人在你身边,仿佛一片巨大的阴影,让人感到压抑,使你陷入到不断的自我怀疑中,失去自信和勇气。 做什么事情,都不敢施展手脚,不管他是出于嫉妒也好,还是压根瞧不起你也罢,遇到这样的人,就不必再把他当成朋友了,虽说别人没有义务鼓励你。 支持你,但是留一个总是对你这么负能量的人在身边,只会成为你前进的绊脚石,人生道路上的障碍,他提供不了正向的情绪价值,还把失败强加于你的身上,你又何必还维持着这样的关系呢? 离开之后你会发现,少了这么一个人在身边,你的头顶才可能会是一片晴空,说话做事不尊重你,不尊重别人的人,也不会被别人尊重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。 我们应该尊重别人,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修养,如果你对别人没有任何的尊重,那么他对你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尊重。 你有什么事,他都想插一脚,说话做事从来都不会考虑你的感受,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上,不要把他当朋友,因为他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。 我们都知道,李多仁不怪这句话,不管是什么关系,都应该相互尊重,而那些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,自然也就不会把你放在心上,只有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,才会认真的对待你。 而那些说话做事从来都不考虑你的人,就应该早点断绝关系,不要再给他们浪费时间了,经常向你索取,有这么一种人。 他们总是把你看作是他们的资源库,今天找你要个什么东西,明天又从你这里,贪点小便宜,为他人做了一点事,就会表现自己,以此作为下次向你索取的理由,经常将你有没有替我想过,你为什么不能愿意等话挂在嘴边,道德绑架他人帮助自己,一有需要就找你,一有好处就独吞。 他从来不会想着去接住你的情绪,给你安慰,他只是把你当作他的情绪竖动,平时看不到他的身影,直到他有事需要你帮忙的时候,才来找你。 就像一个随时可以备胎的工具人,他们不会在乎你的感受,只会在乎他们能从你这里得到什么,总是不停地向你索取,从没想着向着你回馈点什么,给你一点帮助,从来不会想着主动去为别人做任何事。 甚至对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,他们也不愿意伸出援手,这种人说的好听点是精明,说的不好听点就是自私,和他们在一起,你永远都是付出的一方,却永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和朋友关系再好,也不代表你可以没有原则地迁就他,总是以自我为中心。 生活中,一个人如果总是以自我为中心,那么他只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,而从来都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,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,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,只要他不开心的时候,就会直接冲别人发脾气。 你如果想要和他好好说话,那是绝对不可能的,因为在他眼里没有任何人和事是重要的,可能在刚开始和他接触时,你觉得他对你很好很温暖,但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那么好相处,因为一旦他心情不好时,就会对别人发火,而从来都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。 在一段感情里,如果一个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,那么即使你在爱他,也应该及时放手,因为你并不是对方生活中的主角,就算你在,怎么付出都没有用,总是对你不耐烦,与人交际,要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前提下,否则,再好的关系,也很难走得更远更长久。 一个人对你说话的语气,代表着他对你的态度,无论遇到什么事,遇到再难的问题,对方若是在乎你的感受,就不会用恶劣的态度对待你,然而一个人与你交往时,语气里总是充满着不屑,态度里带着不耐烦,说明这个人对你也根本没有什么情意,他不屑于你会怎么想,也没有想过和你的关系有多深,心里更不会重视你,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表现, 对待一个不把你放在心上的人,你又何必勉强对方留在你身边,这样的关系,不会对你的人生有任何正面的意义,只会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,消耗你的感情和热心,短交,才是你该做出的选择,活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谁废谁不可,也不存在谁离开,谁就不能好好的生活,那些能给我们的人生提供正能量的人, 能在我们处于困境之时,伸手拉一把的人,能在你失败时不嘲讽的人,能在你成功时不嫉妒的人,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,他们值得我们拿出真情和实意,用心来维护这段关系, 而那些在生活中不断地以语言或者行为伤害你的人,打着为你好的旗号,却不断地给你洗脑,打击你的人,我们又何必在他们身上浪费自己的真心呢,学会看人识人,学会在人际关系上断舍离,才能让人生过得更好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